每一集的安琪会客室都希望带些惊喜给大家 前几次我们有看过一些嘉宾 讲国语和商语来做一个节目 今天继续是商语 但今次又不用讲国语 我们希望今次用中文来讲英语的各位观众 今集的嘉宾是一位著名的音乐人 亦都近年成为一位教育工作者 叫Mahmood 林慕德先生 Hi Hello You are so gentleman Well I try to be You are I try to be 转台 其实说回观众朋友来说 亦都刚才介绍过你一个著名的音乐人 作为一个DJ出身的梁安琪 其实真的播过 无数那么多 你有份作和监制的歌 很久了 有些东西是timeless 完全没有时间性 我经常都说 歌没什么新旧之分 歌有好坏之分 我认同的 因为一首歌是挺神性的 因为我们的思想 有很大部分的感受是由耳朵来的 有很多人不了解这件事 有些人忽略了 我们有什么是24小时都在做的呢 我们的心 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第二件事 就是我们的呼吸 当然是24小时 24小时就死了 OK 还有什么呢 其实我们的器官 正常来说 都是24小时运作的 不运在大吉利时 最重要是这样 你知不知道 我们的耳朵 耳朵 耳朵 耳 一种一种 一种一种 一讲一讲 还有一种 我们的耳朵 是24小时 是working的 还有不用用很多精力的 我们的眼 反而是一定要闭目养神的 我们清楚这件事 所以我们用我们的机能的时候 就是我们的基本功能的时候 一定要醒目 如果我们醒目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做多很多事了 第一 你可以利用你的时间 你知道时间是我们最好的朋友 有疫情是最劲的敌人 时间 我们回不了头 去了就去了 不在就不在 所以时间是我们一定要懂得珍惜的 哇 你真的非常之欲紧 怪不得你近年 又要投身这个教育工作 就是说 你对于很多东西都很欲紧 有这个火在我心里面 投身这个语文教育 我做出什么都是 要是做 要是就不做 OK 有做一半的吗 没有的 没有的 做一半是会输的 是会被人糟糕的 是会被人觉得你没用 OK 不行 是是 做人要有宗旨的 是吧 那我觉得那时候我做音乐的 宗旨就是我想做些歌 很多人会喜欢的 好像我喜欢的歌 那么多人喜欢的 我想做一些这样的东西 所以 我有这样的力 还有这样的心 来去做 所以那时候我做到 我第一支歌上到第一名的时候 或者是类似的 或者我第一次出街 我睡不着 其实今集有很多有趣的东西 大家观众想知道的东西 可以分享 其实我自己从事广播行业 这么久 有播过你这么多歌 知道首集 大家知道的 你是写过 produce过 超过千首的作品 但是你可不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这个 究竟你第一支写成的作品是哪一首 和第一支拿到传媒流行榜冠军的 是哪一首呢 不如这样 我第一支 即是你写成的 有唱片公司在外的 我作的 OK 如果唱片公司要的 就是我14岁那一年 应该是 14岁那一年 我发烧了在音乐那里 我记得那年再多一年左右 差不多那头的时间 就我有队band 是南拔帅的 我们在 那个 有些比赛那里 我们拿到很高的荣誉 好像第一 不知道第二 有一次 就在RTHK 好像RTHK Scriberential Radio 接着做了一个星岛 好了 那星岛那时候就是19区 即是现在没有了 Anyway 即是19区就是张学友出来的 歌唱比赛 那种的歌唱比赛 即是19区全部人参加 那时候星岛是香港 差不多首席的报纸来的 星岛日报 我们做了这件事 我们赢得第一 那时候不只是拔帅 是拔帅 是女拔帅 再加上Post Confidence 一个问题 原来他可以回答这么长 那你第一首歌是哪首歌 唱比公司在外 就是那次Contest 赢了出来的 OK 你真是漂亮 我要快点 好了 我呢 那时候呢 在学校呢 就很发烧 所以呢 我去了EMI那里 不是 那时候很想写 广告歌 那我就拿着广告歌去卖 那后来卖了 我又写完整个歌 就录下了它 因为那时候有些卡式女音带 就录到歌 我就走了上去 保利根 保利根 保利根说我不够不够 那我上去EMI 因为保利根 有很多作曲人 Ricky Fung 又Norman Chan 又 又Sam Hue 是的 全部都 还有一个 类似鬼 Hans Zebert 嗯 每个都会作曲的 我又多一个年轻 哎 你走啊走啊走 就走 推了我上去EMI EMI呢 就不同的 他们有生意多些 就没有那么多制作的东西 但他们也有制作 就一看到 咦又有新曲 没计算得好啊 所以我第一支曲 就是英文歌来的 那时候还是 那时候我十四岁 我就第一支英文曲 就拿第一名 在这里 跟着呢 有个Yamaha Song Festival 我就帮杜丽莎作曲 就是完了 Yamaha Song Festival 我就帮杜丽莎第一支英文唱碟 我就作了三支歌 跟着我就去了加拿大 跟着呢 做了 就是读了书 做了东西 在加拿大 都是音乐 有没有上冠军 就是未上冠军 冠军了冠军 哦 我的问题是 Which was your first number one hit 哦 first number one hit 我想要讲英文 不知明白 如果是中文的呢 又要有文名 告诉我 我不明白 不要记住英文 好 好 好 如果真是一个很大的hit 就应该是 乃那天不上来 但如果是第一支 我第一名的歌 就是英文歌 就是叫 Tell me why Aster Chan 哦 很早 1974年 还是73年 我都知道 那时候我读中文 有听 Aster Chan很红的 其实现在有很多歌迷幻念 他中文名叫陈易得 是啊 很多人miss他的 是啊 他唱得很好听 那时候他唱得很好 好像Karen Carpenter 是这样的 是啊 很棒的 他现在去了哪里呢 他去了Germany 和一个德国人结出婚 去了德国 我查过他 因为我想找他 因为我要多谢他 你那时候帮我唱了我的歌 我想找他 but too late 回到香港 那时候 我第一名的歌 RTHK 就是 顾家辉的影响 就是 有一个 歌叫做 《稻草人》 不要金 不要银 只要一支棍 very chinese 那首歌应该是李隆基的 李隆基的 for heaven's sake 我可以弄了一首歌 可以是这么土 而可以 Number one 即不是土 那么地道 那么有民族气息 有那么有民族的气彩 我不知道怎么说 但anyway 就是 民族色彩 不是气彩 色彩是民族色彩 就是这首歌 因为为什么呢 我还加上一个俄罗斯的feel 因为为什么呢 俄罗斯很喜欢 越来越快 非常喜欢气 Ric 有这么多的东西 那么我将会在歌里 把摆下来 即是 不要银 只要一支棍 我负得这道田 我只得这兴奋 不要银 不要银 只要一支棍 我负得这道田 我只得这兴奋 不要银 不要银 只要一支棍 我只要一支棍 我负得这道田 我只要一支棍 就是我打算如果在舞台上那些人会说 是最金 不要银 其实李隆基也有上过来这节目 他有很喜欢这首歌 其实我一直看Mamut 就是讲开他的music career 他整个人投入了他 还有我一直和你一起做节目 我发觉今集的安琪会是TV 不只是看得 听得 因为我们这一行出来的耳酒灵敏 你其实讲话 你的声音 刚才看你唱几句都很棒的 Thank you thank you 当时化妆的时候 当然我们的化妆师有一个英俊 为什么当年你经常去做幕后 捧着歌曲去唱片公司玩 你又不是做歌星就好一点吗 很简单 因为我家是很恨我做这一行的 很恨的 因为做这一行的不是一个这么容易出路的行业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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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时候的年代是叫做贱的 No way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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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家庭 即是还在19世纪 19世纪 即是还在18世纪 就是那个思想 即是要很prim and proper 要么做律师 要么做官 要么做医生 只有三个东西 只有三个东西 选择 那变了后来一直以来 虽然你对音乐这么有兴趣 但是始终都是因为家庭那么传统 就选择做木页 不是 即是不想 禁住你不能做歌星 不是 不想你所谓叫做抛头露面 哦 是呀 是呀 是 那你又非常迂腐 因为其实呢 当然我们要强调 生命平等 职业无分贵战 因为为什么呢 我们那一行呢 有的那么多走过的叫做道德位 因为道德人意道德这件事是挺难搞的 挺难搞的 就是你可以有freedom 而你又可以有尊严 你又要不让人欺负 但你要被人盖第二把 不让人欺负 又要盖第二把 明白吗 这是耶稣的 OK 但听不明白 不是基督徒 哈哈哈哈 说笑 不要紧 简单的说句 你可能有些事情 我不知道你信不信 就是命运 即是无论如何到最后 或者家庭如何 即是命运安排 那命运安排了 你是从事幕后的工作 也现在成为一个教育工作者 我相信 不是啊 我妈呢 对贝多芬没问题 莫扎特没问题 所以我就选了 不如我做作曲 即是你妈对贝多芬没问题 但她又不喜欢 好像《Beatles》 《Rolling Storm》 类似那时候就是 是的 他也是喜欢《Beatles》 哈哈哈哈 不是 总之不要 不要淫善 不要淫贱 淫贱 我们不打算再考究 她妈当时的资奖 下次再和林莫德聊天 音乐不单止可以听 还可以按摩 欧蟬星星带 将我喜欢的音乐 发成鼓动式按摩节奏 舒缓肩颈肌肉 一边听歌 一边享受按摩 音乐魔力重新感受 欧蟬星星带 欧蟬星带 和你深入解构 尽在美的方程式 宠物是它们主人的心肝宝贝 它们这么可爱迷人 你会为你的宠物做什么 宠物的衣食住行 宠物的生老死葬 你有没有想过付出多少 它们都要美容 它们都要玩玩具 做它们分分钟更舒服过做人 爱你的宠物 照顾它的需要 宠爱百分百 安琦会客室不看就是你的损失了 在另外一部分来说 安琦在录影厂里跟今集的嘉宾林慕德 拆出极大的火花 因为我不是想不敬 但我极度不认同 林慕德的妈 是认同我们流行音乐界或演艺界 是有什么 什么音群啊 不是的 你看到粤语片多 以为做这一行 一定要走捷径 就要和人上床 有契妈 不是个个都是这样 那些害群之马而已 明白明白 我想它想我不要进去所谓偏門那一份 就进去一个艺术那一面 因为你艺术那一面又不同 好像你又作曲 又可以唱歌 又可以做製作 这样又不同了 不只是德国所谓叫学 里面没有东西 所以他觉得 你如果要做的 你就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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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然我不会支持你了 其实我也想和伯母说一声 其实你的儿子林慕德确认真的可以 你又没有改错名的 真的可以 因为对香港乐坛真的很大贡献 因为如果数得出手指的巨星 都跟你合作过 不在的 愿在的 Roman 羅文 梅艳芳 彭永伦 张国荣 还有有一首歌 令到一位歌声 改变他一生 就是郑秀文 那首 写不得你 是你作曲 和监制 是Sami 是Sami 一直是那时在华星 都不是说去到天后的阶段 就是捨不得你 他直接 上去了 这件事是很巧合的 因为为什么呢 我乃有一天不想你之后 我就和Frankie 李俊 李俊 合作了 合作那时候 我们第一个大 project 就是Sami 但是呢 就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你知道呢 媒体的 是要帮助的 不帮助的 就很大件事 而华星呢 那时候 和我们 所谓叫媒体的大佬 那时候 即现在也是 某个电视台 某个电视台 是不是 那 就 他们的属下的公司 或者有关系的公司 那如果他离开那里 有很大可能 就是这个大机构呢 就会不support 是吧 那我呢 就有这个头痛了 有一天 李俊回来 告诉我 那这样的情况 他说怎么办 死吧 我说行 让我计算 那我真的计算 那我不计算是什么 但是呢 我令到呢 在道德上 在 仁义上 就是仁义道德上 是全部通过了 那很有趣 那 你又不能说出来 是 我说到 为什么呢 我告诉你 为什么忽然会捨不得你呢 你知不知道 如果人家栽嫖了你 这么多年 你离开了 那人家当然会生气 喂 我养了你十年 哇 现在你说要走 要飞 有人说要叫你就走 OK 那 所以我要写这个情况出来 就是说呢 我不舍得你们的 你不要误会我啦 嗯 因为我想 我想做我的事 所以我知道呢 我 我对你不住的 但是 我也要做 I have to go I have to go I'm sorry I'm sorry I have to go 那这个呢 是对 道德上很好 道德上一流的 人意上的 即是说道德上 或者人意道德 已经都包括了 是做得很好 这一步 更多一步的 就是 我给钱你赚 嗯 我给钱你赚 更多 你这个唱片 我给钱你赚 可以吧 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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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歌 是奉红了很多歌声的 但是也听闻说 你是一个非常主持人 要听闻 然后找个嘉宾求证 那就可以对待到观众 那就可以交代观众 就是说 录苏永康 他有一首歌 都挺出名的 挺hit的 他的歌呢 叫做 失眠 Sleepless 失眠 睡不了了 就说录这首歌 是非常之痛苦 说你不知道搞了多久 录到他 只能哭 是不是录了24小时 说你 唉 真的 有一个非常厌的监制 令歌声不停录 不停录 太厌格了 我想 我经常做事 有一个问题 我是不是很知道 怎样去 英文叫做 manage people's expectations 就是什么呢 就是man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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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紧了 就是对待人的理想 就是 如何控制 如何控制 控制你的期望 或者控制你的 那样东西 让你知道你在做什么 让你不要以为 是这样 所以我应该怎么说 我应该说 我应该有个训练班 训练了苏永康才和他唱歌 但是他以为没有训练班 就是进来和我做事 只是唱歌 所以我只能做什么 那时候 我就是 差不多是最高的制作人 因为我刚刚做完 那支大会堂演奏 李克勤的 那支很厉害 很厉害啊 好喜欢那支 但anyway我做完 那我在广告界又很出名 我又很成功 所以我做些事情 我是不想别人会说 不正 所以我就take on了这个job 还有是我投资的 变成我投资的 变成我喜欢做多久就多久 我给钱 你知道做这个唱片 在那时候是天文数字 是没有人会 癫癫地会做这件事 因为只唱一首歌 都可以唱一年 就是了 这个好多人很害怕 即是唱一年 我告诉你 是现在想起的 如果是做生意的 是虚拗了 一定虚拗的 但是做艺术来说 是一定是最好的 所以那时候 我记得出货的时候 是跟张学友一样 出货 后来又不够它 因为为什么呢 保利金的网实在是太厉害 又去加拿大 又去 你不用说这么多保利金 你讲回 为什么要加盟你这么久呢 但是那时候我没有这个渠道 或者会被人翻版 但是没办法 我是small potato 所以我不是赚那么多钱 其实我丢了很多钱 是当玩的 No you're not a small potato 但是这个是你要求理想 但是你有没有想到 不是生意上不是那么理想 不要紧要 但是你有没有想到那个艺术呢 其实中国录了多久呢 不是很简单的 就是他第一样东西 不行的就叫咬字 咬字 就是articulation skill addiction 那变成了很关乎我现在 为什么这么成功 我真的想不拯救他 我问你 为什么我现在成功呢 因为我经过了这么多个咬字 不聪明的人 所以令到我做了一个很聪明的医生 我想反驳你 在节目中 你为什么因为咬字 来到他这么关注 你Bubb Dylan咬字很清楚吗 不是不同 你邓丽君上万步人生路 是不可以咬字的 慢着 邓丽君在国语上咬字是一流的 广东话是应该咬字不好的 这件事我要告诉你 第二件事就是 你知不知道咬字的 是对你的思想传达 你的思想到别人 是一个最重要的东西 因为现在你传达思想的 是正在用声音的 an angel 正在用声音 如果你的声音是做得不好的 你的表达是差很远的 你明白吗 惨了 什么惨了 是惨了 不是惨了 原来就是因为咬字的问题 为什么Bub Dylan不同呢 因为Bub Dylan不是靠咬字赢 他不是想唱好听的歌 但是咬字不是一首歌成功的传统 我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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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 我告诉你为什么 两种的 一种artist的 我当作唱歌 一些叫实力派 一些叫玩野派 一些叫愚蠢派 一些叫愚蠢派 一些叫whatever 如果你真的要做实力派的 你没得谈的 如果你想玩野派的 剥一条褲我唱都行 我玩野的 拍摄了 我承认 你不要拘捕我 我做得出的 为什么做不出的 我当时做唱片 什么样子都想过 现在也是 不要紧 什么样子都行 但是这个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 如果你要做实力 就像我一定要做的 我不会做玩野 因为玩野我实在太厉害了 你想和我玩野 就不够我玩 不是我厉害或者不厉害 是思想和转数 和你订策 就是creative 我已经成为一个 所谓一个著名的作曲家 就是我作东西是OK的 所以我作故事的 是OK的 那我们再三十秒时间 林先生 麻烦你让我转换这一节 好 原来 为什么苏永康要录这么久 是和他唱功无关 是和他的咬字有关 可不可以爆多一点点 有哪个字他咬得这么差 要他录这么久 不是的 整个歌都咬得不好 告诉你 当你咬一个字 还没有问题 当你一句要咬出来 那时候 那时候才是问题 是 哇 苏永康说 怪不得他不想唱歌 有一排 只是笑容 所以我发觉 原来 碰到林慕德加 直接咬字这一关 这么难过 看你好不幸 看你中尊和林先生合作 但另外一次回来 我们要了解 林慕德加 这个crazy guy更多的东西 好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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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